要好好交代 所以我幫你整理了兩個比較重要 因為太多太多 有些生物科技我們也不熟 我大概講兩個事情 這個整個問題你一定要弄清楚 要不然你沒有講清楚的話 會被越扯越遠 而且很有可能會有一些法律的責任 第一個就是利益迴避 第二個就是內線交易 這兩個事情一定要弄清楚 我們講一下利益迴避好了 這是我整理的幾個 就是說這麼多事實裡面 值得關注的一個事情 第一個就是講到 大家在討論這個利益衝突迴避 你們貴院的這個機制 是在99年9月7號的時候 一個主管會裡面 主席的才是要定這麼一個原則 那一直到101年8月14號 終於訂了一個技術移轉利益衝突回避 處理原則 那我本期第一個就覺得奇怪 這種利益迴避處理原則 其實到處都有可以參考的法條 為什麼要有這個會議結論 要搞到快兩年才出來 這有這麼困難嗎 這個是配合科技基本法的修正 也是在那個時候 那我們就馬上 其實之前本人也做過很多政府單位 關於智慧財產運用的法律顧問 那個時候已經非常 88年科技基本法出來以後 各個部會都在訂了 早就有相關的可以參考 事實上科技基本法怎麼改 都沒有什麼大變動 基本的原理一樣 這一次是大修改 還有公務人員利益衝突回避法 一個可以參考的部分 那裡面這個原則裡面很清楚的 就是二等親 是包括在裡面 院長你一下飛機一開始下來講 你不認為子女不屬於二等親範圍內 對不對 我沒有這樣講 電視可以再重播 我說那個是我們的錯誤 那個本來就應該在裡頭 我聽得很清楚 我是律師 我現在跟你講 我聽得非常清楚 您的就是說 您的概念裡面 子女當然是屬於二等親裡面 沒有錯吧 對 那應該屬於這個 那就這樣就好 這個處理原則出來的時候 並沒有那個所謂的 填表的揭露表的填表說明 這個填表的說明 8月14號就已經處理原則出來了 但是你這個填表說明 到第二年的1月4號 這個填表的揭露表才出來 其實你已經原則出來 就趕快要讓大家來申報啊 對 要來填啊 為什麼還要搞那麼久 那中間最令人起疑鬥的 就是剛好這中間 就是您的女兒以股價每股31元 購買3000張股票的時間 剛好就夾在這個處理原則 跟這個揭露表中間 讓人家不禁懷疑 這個二等親明明都很清楚的 結果後來 你發現 你女兒有取得這樣子的股票 那很明顯的嘛 子女是一等親啊 在裡面 所以這個後來這個揭露表 特別把這個子女沒有列上去 就這一點 就是你一定要解釋清楚 要不然太值得懷疑了 對對 我覺得所有都要依照那個 原來那個8月14號那個為準 好 以下那個都是資料 那我合理的懷疑 你就是為了迴避你女兒 取得3000張這個股票 至少你可以說 依照這個揭露表 我沒有 我沒有讓我揭露啊 沒有讓我揭露啊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在這個揭露表出來以後 中研院又授權一個號頂 對不對 技術移轉 叫大規模酵素合成寡糖技術 這個移轉 好 就算 你說什麼 什麼不溯機技網 這一次用到的這個技術 總有利益迴避了吧 這一次總有了吧 剛才我已經解釋 這個3000張 跟中研院的記轉是沒有關聯的 這3000張是2002年台灣成立號頂的時候 他從母公司記轉這個疫苗 這一點齁 我想你們自己的中研院自己也講清楚 雖然 你們後來發展這個疫苗 是用到這一個技術 如果這個技術沒有授權給浩鼎的時候 浩鼎是沒有辦法去繼續研發這個疫苗 對不對 沒有沒有他本來就在研發 2002年就在研發了 沒有 你後來103年4月 記轉的這一件事 那個是 記轉給你女兒持有3000張股票的那個公司的時候 這時候怎麼會沒有利益迴避呢 怎麼會沒有利益迴避呢 一開始 一開始你女兒持有 當時可能沒有 但是當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這件事情就要揭露了 那這又回去合理的解釋 是因為你們已經做了手腳 讓這個揭露表裡面 二等級裡面不包含子女嘛 所以我做這件事情也沒有違背這個原則 那個吳院長我是以律師最壞的角度在挑戰 你不要以為我在欺負你 沒有沒有沒有 在羞辱你 這個事情如果法庭問你講不清楚 對 完蛋了 因為我們那個條文寫得很清楚 就是要有代表研發人員 要有執行者 要有簽約者 我都回避了 你是其中之一的技術人員嘛 對不對 但是我都沒有簽約了 你的女兒 那個時候是持有股票的狀態 是有利益的 而且他是二等級之內 所以你後來這一次的移轉 又是從中原院 寄轉給他繼續研發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應該利益迴避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們看一下內線交易 這個不要以為沒有事喔 這個跟剛剛幾位委員講到 是不是您正宇給你的女兒購買這個號頂股票 這個是有關係的 如果你沒有辦法很清楚的舉證 證明他女兒取得這些資金的來源是正宇 因為你在美國他是免申報 到那個額度免申報 如果你沒辦法舉證的話 你就是以他人名義買入或賣出 換句話說俗話講白頭 這個白話就是以女兒做人頭 萬一是被證明是這樣子的話 那您很可能就有證券交易法 第157條之一的內線交易罪 為什麼呢 因為可能是第三款可能是第四款 從前四款所列之人獲悉消息之人 昨天您的好朋友張彥慈 以及他們那幾個經理人 已經檢調在約談 張彥慈還有一百萬交保 重點是他們也是在解盲前 這麼高階的經理人居然出脫持股 那跟您女兒出脫那十張的時間 又非常的吻合 您又是跟張彥慈是共同的創辦人 在Optima 我一個壞心人講說 溫院長你是不是跟他一伙的 你們是不是一伙的嗎 是不是 這個是很合理的懷疑 所以你一定要證明那個資金 是你女兒自己的有利 那這樣子的話你頂多 我再提醒您一下我最後一句話 剛剛院長你講了很多美國的 免稅的方法 免稅的一些理由 那我要提醒翁院長 你是中華民國的中研院院長 你不是美國的中研院長 對 我們台灣還為了讓您來當中研院長 開了一個門讓雙重國籍人可以當 但是你是中華民國的中研院長 麻煩你對中華民國的稅捐 法律以及你們自己的內規 麻煩你用心一點了解 要不然你扯不清楚 你無法捍衛你的情欲 你也無法捍衛中研院的情欲 輕易要加油了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吳委員 接下來請張廖萬劍委員質詢 好 主席 我們請翁院長 好 請翁院長 院長 我想今天大家都在聽你的解釋 那你的解釋當然也大概提給我們的資料裡面 跟媒體的報導裡面 我們大概都非常的清楚 就是說其實外界不斷的在把這個問題 就是說翁院長本身是一個技術研發人 你有很多的專利 在國際學術界也有很大的聲譽 甚至被譽為可能在替台灣拿到 諾貝爾獎的一個準得主 但是大家現在在講這個號頂案 是把它集中在有沒有利益迴避的問題 有沒有這個內線交易的問題 其實剛才我聽吳委員講 我也有一點疑問 我不曉得說你回到台灣之後 你回到台灣之後 除了跟馬總統解釋 除了跟外界解釋之外 你曾經在國外講說 阿開他軟齁 什麼問題都有 有些問題甚至假設是 對不同立場的 你本身有沒有很多疑問 對於外界的疑問 因為這個來得太快 而且那個指責的方向很多嘛 問題很多 所以我一下子真的沒有辦法一一回應 我舉一個例子 其實我們在關注這個案子的時候 當然我們也希望 台灣在延攬生計人才回國的時候 除了很多計轉的利益迴避的限制 或者說有很多 為了要延攬人才 訂了很多相關的辦法 我們也希望說 這個辦法 不是讓人才回來之後 然後因為法令的各種認知上的問題 一直陷在媒體的這個焦點裡面 譬如說 外界質疑說 你替女兒這個賣了10張股票 那如果說在解盲前賣這個10張股票 如果真的涉及內線交易 應該是對解盲的成功